那么今天 我们也算是遭难了 为什么呢 整个世界的人 知见的不真 每个人思想里头 都是自私自利 都是明文理 都是贪诚之满意 所以这个世界 疾病很多 灾难很多 不是不能化解 所以今天整个世界 我们接触的面很大 也能接触到高层社会 大家都来讨论这个问题 问我的人很多 我只有一句话告诉他 教育出了问题 其他的什么问题都没有 只要把人教好 问题劝解就了 佛法 不反对你 求明求力 不反对 佛教你 如理如法的 你看 求财富 求地位 求聪明智慧 求健康长寿 如理如法了 你得到的是真的幸福快乐 要不然谁求他 并不反对 佛是横顺众生 随喜也供得 你想得到什么 他都能交给你 如理如法 满你的愿 想成福 帮助你成福 想发财 帮助你发财 你想什么 他都可以帮助你 决定是如理如法 佛法是教育 真的是 变法界 虚空界 正规教育 一丝毫 邪知邪见 都没有 要想成福 成菩萨 极乐世界 就最方便 欢迎订住 帮助你 请 继续